HELLO 大家好 我是雲丹學院的徐宇軒 那我先來玩我的作業三 這是一個撿錢的遊戲 用浮世的角度在地圖上面跑來跑去撿金幣 那因為地圖的尺寸大於四張的大小 所以我讓攝影機跟著我輪走 那我們就可以稍微逛一下地圖 好的 以上就是我這次做的撿金幣小遊戲 告詳解說 選擇動機呢 是因為題目專題要做RPG抓精靈遊戲 所以我想說用作業三的機會來練習如何搭建地圖 以及地圖上的人物互動觸發機制 像是人物移動啊 撿金幣 鏡頭跟隨 動畫 頁面轉換等等 那除此之外 我想到以前玩爆爆王的bonus關卡 那搶金幣的爽感 所以我決定做成撿金幣小遊戲 並且配上悠兒的錢商 這個圖呢就是爆爆王的遊戲頁面 它的地圖上面擺滿了錢啊 錢啊就是錢啊 程式測試規劃 那一開始會先生成一個初始畫面 點選start之後就會跳入這個主畫面 主畫面一開始會生成地圖障礙物 還有隨機散布的金幣 跟一個角色還有設好的攝影機 跟UI畫面金幣計算 但是它一開始會歸零 那角色呢 會讓攝影機跟隨 它移動到哪 攝影機都會跟它到哪 所以我們螢幕畫面看會角色一直在中間 但有一個例外是 當角色到移動到地圖的邊界 那攝影機不能超出地圖的邊界 所以它就會讓角色移動 然後地圖就會被卡在這個邊界這裡 UML流程圖 我在做這個之前呢 有稍微想一下 整個系統中應該要有什麼 主要呢 還是使用者 以及按鍵啊 角色跟場景還有金幣 最後我才加上UI界面 那以後有時間的話 我想要增加倒數計時的時間 還有背包系統跟對話系統 那我要介紹一下我使用的遊戲引擎中的功能 Tile Map 它翻譯好像是叫瓦片地圖系統 那主要就是設一個Tile Map的圖層 然後這邊有個Palette 把它打開之後把你的素材丟進來 之後你就會有一個Palette 調色盤的意思 那我們可以使用調色盤裡面的顏色 也就是這一格一格的 我們一開始丟進來的元素呢 在我們的主要地圖上面做畫 這個是筆 在這裡點一下的話 這一個 假設我選取的是這個 這個顏色 也就是這兩塊石頭 我點在這裡 它就會在這裡出現這兩塊石頭 那也可以用拉取的方式 也就是像這樣子拉一個方形 這樣子 然後它就會一整片都是這個石頭 那也可以是用填充的方式 但填充就跟小畫家一樣 你要先有個地方是畫滿的 有個沒有空白的邊界 你就可以使用填充這個功能 另外一個遊戲引擎中的功能呢 是Virtual Camera的Follow 它讓我的角色可以Follow在 它讓我的攝影機可以Follow我的角色 那如果你的Unity一開始沒有的話 你可以在Windows裡面 找到一個Package Manager 打開它 它就會顯示很多外掛載具 你只要找到Cine Machine 下載它 你下載完之後 這裡就會出現這個Cine Machine 點開來之後 會有很多Camera的顯像 最後我選的是Virtual Camera 因為它裡面有這個Follow的功能 然後我在這裡設了一個碰撞 地圖的邊界 開碰撞設定它的邊界 然後我的Camera就沒有辦法超出這個邊界囉 程式測試執行結果 如圖所示一開始呢 會有一個初始畫面 點下Start就會跳到第二個畫面 然後我的角色就會在這裡面移動跑來跑去 拿到金幣啊錢袋啊 然後這個數字 我的錢錢就會變多 那來看第二張圖 這個左邊是我整張地圖 右邊是我的執行畫面 那可以看到說 我的腳是在這裡的時候 是無法穿越的 所以我的碰撞系統抵擋 擋住我的角色 讓它沒有穿越這個地圖亂跑 然後這裡呢 我可以看到它一格一格的 就是我剛剛用Tile Map所畫出來的樣子 然後上面呢就是疊圖的效果 用Tile Map可以疊個好幾層 然後讓它呈現這樣多層次的複雜的樣子 看左邊我的完整地圖會覺得 嗯 就真的是有比較豐富的感覺 那最後就是可以看到說 我的金幣有 有隨機的散佈在地圖上面的各個地方 問題與改善方向 那最直接的問題就是 我生成的物件與我的地圖重疊 甚至我生成的物件也會跟我生成的物件重疊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我抓取其他物件的音效失敗 像是我一開始在金幣跟錢袋中 我是放兩個不同的音效 但是我在獲取的過程中 我只能取到其中一個 所以我最後就讓他們音效統一為一個音效 那最後它不是ERROR 但是它一直警告 我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 但遊戲還是可以執行就對了 那解決方法呢 就是生成物件與地圖重疊的解決方法 我在網路上有查到他們說可以用GridLayout的方式去寫 但我還沒有研究 然後 輸出不同的聲音我還要再研究一下 要怎麼樣抓取component才不會失敗 那最後就是我想提升我地圖的複雜度 現在這個樣子只有一層 然後一個面 好像有點單調 想要在地板上啊 增加一些石頭啊 還有處理邊界的地方 讓這個地圖看起來更複雜 看起來更逼真 然後下面就是我的參考文獻 以上就是我這次的報告 謝謝大家